请用鼻子吸气 稍作丙吸 再吐气 再稍作丙吸 然后吸气 继续 这就是三玛娜丙吸法 当你在短暂丙吸的时候 专注在你的消化部位 旗部构建一团火 当你继续呼吸 观想这团火沿着你的脊椎向上 第一个丙吸法是三玛娜丙吸法 它是来自Kunbha Kapatati 丙吸指南 里面的描述是气冲入肚脐 伴随对火的观想 这就是三玛娜丙吸法 所以理解的重点是对火的专注 结果是控制饥饿 口渴 增加胃火 快速的疗愈伤口和骨折 所以它是一种疗愈的能量被释放了 当你做火的观想 在胃部的火的观想 所以对火的专注就是三玛娜丙吸法 你们现在坐下来 舒适的通过鼻子吸气 你并不需要做一个很深的吸气 你可以 但是这个丙吸法中的描述 并没有对充分的吸气的描述 所以你可以舒适的做 但是当你吸入空气 并吸 要观想火 一团火在肚脐处 所以观想热和火在肚脐部位 我们来花几秒钟做 所以慢慢的吸气 并吸 我想要你们观想一团火 在你们的肚脐处 一旦你看到了那团火 我要你想象和将那团火充满热 同时屏息 好的 你可以慢慢的吐气了 在尼西亚南达 一百零八十瑜伽中 这个丙吸法是怎么做 它其实是与身体的三个索印 一起做的 当你收起灰阴 你的下巴压向胸口 并收起你的腹部 所以当你与三大索印 一起做的时候 这让丙吸法变得更强大 我告诉你 如果你用你全部的一致性 好好的做 你会开始发汗的 我永远会从一百零八式的 前面的提示开始就发汗 如果你用你全部的一致性做 所以三马纳丙吸法 是从第一到第二式 以及从第69式到72式 前面的第二式式 是三马纳丙吸法 保持对火的观想 以及热